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老先生 最近我在弄楼上的直播间 我暑假想直播了嘛 虽然已经过去一半了 但应该很快就开始直播了 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是做手游直播的 但是普通椅子的高度我一直很嫌弃 因为它出镜放完就是头顶到前胸这个位置 我一直希望我出镜的部分可以更多一点 于是前段时间我就突发起想 把我的电竞仪给磨改了 就这个奥峰我给它换了一个 35-55厘米的气干效果真的是力干见影 好吧 其实我降下去降到最低还是能用的 但是有一说一 奥峰这个椅子是真的稳 我的体重是100斤 那条最高坐上去也不是有很明显的那种晃动感 真的太厉害了 不过我这边不建议各位小伙伴进行模仿 因为你换了第三方的配件 你改变了它原有的设计结构 是一个风险比较大的行为 于是我就去找奥峰的小姐说了这个事情 他们就又给了我一把 就是这把LPL联名的奥峰 直播和出镜的首选还得是电竞 我相信很多主播都考虑过这个方案 因为颜值实在是太高了 那像奥峰椅背中大大的赛车座椅的感觉 就是那种炫酷和包裹感特别的宝 我喜欢的这款是白色的 它有红蓝对抗的设定 线条也很简约 还有奥峰和LPL的标志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击打风的感觉 我个人就觉得莫名很像高达 其实它这个配色真的很适合出镜 那我觉得奥峰家的椅子 就定位非常的明晰 除了一些基础款以外 还有一些专门盯着小姐姐去打的 比如说之前很经典的猛男粉丝 还有最近特别火的玉柜狗 我都特别喜欢 当当大家看椅背 这里卷不卷 连椅子都有RGB灯了 它是一个大大的LED屏 LPL的L恰巧是R24的收尾 三种模式7个灯光很是线裤 仿佛有一种坐上去就能加Buff的感觉 但是有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我获得一张超稀有的装备 穿上去外观特别炫苦还可以隐身 但是隐身的透明度是99% 就是说我坐在这把椅子上 我打游戏记住并不会变得很厉害 但是我觉得对于那种极致的灯光档 应该是非常喜欢 因为主机跑马灯键盘鼠 甚至连你的桌面都是有效果灯光了 再配上这把椅子那就齐活了 这次的椅背它是稍微宽了一些的 就是当你靠在椅背上的时候 你的肩膀能比较舒适的打开 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它总会是取决于你的坐姿 大家来看一下腰部这里 我觉得这点尤其值得要说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可以调节前凸的腰撑 可以达到毫米级的微调 再搭配上大大的腰枕 进一步的贴合脊柱 它这个腰枕还做了部位区分 比如说这块它凹下去 我放屁股就会很舒服 但说实话懂得都懂 就电竞椅它比较在乎颜值 基本上没有人体工学性 但是奥峰你能感觉到 它在往这方面进行努力 还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 但说实话 你很难通过这个非常柔软的腰枕 来感受到腰撑带给你的支撑 但它这个腰枕真的好软 就像云朵一样 靠起来倒是蛮舒服的 其实我有思考了奥峰 为什么要把腰枕做得这么软 可能是为了适应不同的身高的体型 如果你把它做硬的话 有些小伙伴躺上去就会说 哇 这个好舒服啊 支撑感好足 但另外一些小伙伴躺上去之后 又会觉得 哇 怎么有点这么个 就不太得劲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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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